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万万没想到土豆还可以这样吃 把它做成土豆馅的饺子 吃一次就让你忘不了 实在是太香了 今天做了一大盘,吃着特别的过瘾 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跟着我的视频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往里面加入500克的面粉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往里面加入300克的温水 边加边给它搅动 搅成面絮状 然后再下手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做饺子的面团 我们尽量给它多揉一会儿 面团稍微给它揉硬一点 揉好之后 给它放一旁 饧发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洗干净的土豆 用削皮刀给它削去外皮 然后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再给它立起来 先切一刀 这样我们切土豆丝的时候就不会打滑 然后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 再将它切成细丝 也不需要切得太细 切得粗细均匀就可以 切好以后 给它装入盘中 锅中水提前烧开 然后下入土豆丝 将它焯水一分钟 焯去里面的淀粉 焯好之后 迅速地将它捞出 控干水分 然后给它装入凉水里面 过一下凉水 过凉的土豆丝 用手给它挤干水分 然后放至菜板上 然后用刀将土豆丝 给它切碎 也可以用刀给它剁一剁 做成像这样 稍微有点颗粒感 就可以 剁好之后 给它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我们将肉馅 给它调一下味 下入一小勺盐 一小勺鸡精 然后来点料酒 给它去腥 一勺花椒面 增加口感 再来点十三香 生抽提味 来点老抽 给它上色 然后用筷子 将肉馅 给它搅拌均匀 将肉馅 给它搅至入味 全部给它搅匀以后 再往里面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继续用筷子 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一个鸡蛋 能使肉馅 更加的营养 而且吃起来 也更加的润滑 切好的土豆碎 也给它加到里面 然后多准备点小葱 将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 给它放到土豆里面 再切点姜末 给它倒到容器里面 这个容器有点小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大点的盆 然后将肉馅 给它搅拌均匀 将它搅匀之后 接着我们又再往里面 加点蚝油 有条件的 再加点红葱油 没有的话 也可以加熟油 然后继续将它搅拌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像这样 给它搅匀之后 给它放至冰箱 冰冻五分钟 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然后取出面团 再给它揉一揉 将它搓成长条 再用手给它按一下一下 再用刀 给它切成细条 然后用手给它搓一搓 搓得粗细均匀 然后再将它切成小剂子 接着再给它撒点干面粉 然后给它搅拌搅拌 防止粘连 再一个一个 给它按压成饼状 接着我们来搅饺子皮 沿着边缘 给它搅薄一点 一定要边缘薄 中间稍微厚一点 像这样 如果大家嫌麻烦的话 也可以去买饺子皮 但是我认为 自己擀的饺子皮 更加的有韧性 而且口感更好 饺子皮擀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包肉馅 像这样 先给它合起来 然后捏紧 然后再用浮口 像这样 用力给它按压一下 一个非常漂亮的 圆宝饺子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 给它摆入盘中 烧水的时间 我们来调个料汁 碗中放葱花 蒜末 前两天熬制好的辣椒油 给它来上两勺 特别的香 再来少量的生抽 和橙醋 搅拌均匀就可以 像我这样调的 饺子料汁 真的是特别的香 特别的入味 水烧至沸腾后 然后我们再下入饺子 每次煮饺子 我都会煮一大锅 不然的话不够湿 饺子下锅以后 给它晃动一下锅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 然后再用铲子 轻轻的给它推动 俗话说 三开饺子两开面 像这样煮沸腾之后 我们往里面分三次 加入凉水 第三次沸腾后 我们最后加入清水 然后给它搅动搅动 像我们是现包的饺子 所以就很容易的将它煮熟 如果是冰冻饺子 一定要给它煮沸腾的时间长一点 像这样 一道非常正点的饺子就煮好了 像我这样煮的饺子 没有一个是破皮的 然后给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哇 各个的非常的饱满 看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自己做的 就是好吃 皮薄 皮薄 现大 吃起来超级过瘾 再沾上我们调好的料吃 辣味道简直是绝绝子 真的是一口气 可以吃半斤 可以吃半斤 哇 好鲜啊 这个酱料 真是非常的香 夏天吃饺子 吃的就是这个感觉 大汗淋漓的 越吃越上瘾 土豆吃起来 还有点清脆的口感 虽然切得很小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拜拜 迎走之前 记得点个赖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